哈囉 大家好 今天我們要來回答IG上面網友問我的問題 要怎麼樣才能跟大千一樣可愛 喔 這個非常簡單 你必須要醜到別人沒有辦法用很帥或是好正好美來形容你 這樣別人看到你的照片的時候就只能說 喔 喔 我覺得他長得蠻可愛的呀 嗯 可愛 婆婆一直親我女兒好煩 我幫你做了一個長輩最愛看的假新聞截圖 你可以接下來like給你婆婆 新北市婦人狂親孫女疑似吃進幼兒皮膚包感菌 緊急送應後不治 媽 你有看到這個新聞嗎 哎呦 好可怕喔 你不要再親小寶了啦 我 我怕你會死欸 小孩耍賴不想上學 但父母上班要遲到了 我幫你做了一個適合兒童觀看的 黏土情境區 你可以播給你兒子看 小寶 我們準備要去上學囉 不要 我不要上學 不可以不上學 上學才可以交到好多新朋友 學習到好多新知識啊 不要 我不要就是不要 我不要上學 啊啊啊啊啊啊 我不要上學 我不要 文組 超級怕考不到好大學 不用擔心 除非你讀法上學 不然那個氣心不會差太多 晚餐家人問你要吃烏龍麵還是蛋炒飯 結果最後的餐桌上是百溪飯 這個就表示你的家人在跟你宣誓 這個家中的主權是屬於他們的 你沒有決定晚餐的這個 決議權你知道嗎 你搞不好跟他說你想吃烏龍麵 他們還在另外一個房間笑說 他以為他可以 決定我們晚餐要吃什麼 我做什麼你就吃什麼 死米蟲 出國好朋友叫我代購超級多面膜加化妝水 要怎麼微彎的拒絕 你有沒有看到那個大謙戲影片 有一個網友問說出國 然後他有一個很不要臉的朋友叫他代購 超級多面膜跟化妝水 然後怎麼拒絕那個問題 這個問題 這個是我問的 那你知道那個很不要臉的朋友是誰嗎 就是你 覺得對方雞雞軟軟的 但是他還想再約 該怎麼暗示對方覺得他雞雞軟 你有沒有看到黃大謙新影片 有一個網友問說他泡油雞軟軟的 要怎麼告訴他 這個這個 這個是我問的 那你要不要猜猜看那個 雞雞軟軟的人是誰 老師 最近都睡12個小時 怎麼解 去找一份工作 被前男友提分手 他說想自己調試 調試好會回來的話就會 不知道這話要不要信 我跟你說分手的就是分手的 你就是當他不會再回來的 我就問你信 你相不相信這段話對於來說有什麼差別 你如果相信他調試好會再回來 哇你要等他是不是 你要等他去外面玩過一圈之後 發現你還是最好的 你要等他回來是不是 你今天開一家餐廳 你有一個客人打電話跟你說 喂 嗯 我還在考慮要不要吃你們這家餐廳 如果我想去的話 我下禮拜一晚上會去 可是我還不確定會不會去 因為我要 調試一下自己的狀況 那如果我有調試好的話 我下禮拜一晚上八點會去 可是我還不確定會不會去 因為我還要看一下自己的狀況 對 那你們這樣可以幫我留個位子嗎 神經病才幫他留位子好不好 這就是一個分手的藉口欸 你可以 Move on OK你可以找下一個對象 不要留戀 讀書時跟現在經營網路媒體的心態有變化嗎 以前讀書的時候我會相信就是 要讀好書才可以賺大錢 現在當了網紅之後我覺得 懶得呼吸怎麼辦 其實你可以不用這麼累 你偶爾可以讓自己休息一下 不要呼吸 你就 讓自己休息個五分鐘都不要呼吸 停止呼吸五分鐘好不好 讓自己休息一下 take a break OK 你撐過去這五分鐘 你就再也不用呼吸了 是不是很棒 你是不是又要業配了 Of course 我們要業配 老師最近有大計劃 老師最近很需要錢 我們今天要業配的是這個 Richard 迪卡 在這次介紹之前 我要先跟大家說 最近有很多觀眾在抱怨 在跟我抱怨說 就是 喔大錢你最近業配都很不用心 都中間突然這樣咔一段的 以前你都會什麼 整個這樣融會貫通什麼之類的 我跟大家分享一個冷知識 就是YouTube影片的置入 有分全片置入跟中差置入 全片置入就是 我們整部影片的主題就是 為了這個商品而設計 然後這個商品就會 從頭到尾出現在這個影片當中 這個融會貫通 中差置入就是 我們中間就是留一到兩分鐘置入這個產品 其他部分的影片就是 我想怎麼拍就怎麼拍 OK 你們不要再拿 在拿全片置入的標準 來看我的中差置入了 這個收的錢是不一樣的 Anyways 我們講到錢 就一定要介紹這個 Richard跟迪卡最新聯名推出的 迪卡 就是迪卡首度推出 真的可以拿來刷的 迪卡 OK 超級漂亮 它上面是這個迪卡的Sagi 再畫了兩個好朋友 Richard的狗狗 跟迪怒 超級可愛 你這個拿出來刷卡 那個電源就會注意到 這個卡片有多可愛 進而注意到你也很可愛 進而想要跟你交往 這個卡片絕對是 一拿出來就可以引發話題的金融卡 OK 現在身邊還有送手刷裡 這個限量聯名的行動電源 一樣超級可愛 而且它插頭的這個深度設計很好 就是你看我的手機殼這麼厚 它一樣 喔 非常簡單就可以插進去 有在充電 OK 而且它背面還有設計這個 手機支架 那你可以直接把手機 就立在桌上 你出來吃飯的時候 要看影片超級方便 然後下面還有設計這個 螢幕顯示 目前剩餘的電量 除了Lightning的接頭之外 旁邊也有設計 Type-C的插頭 Type-C跟Lightning的手機都可以充 重點是一樣也是非常可愛 也是聯名的這個插畫 D卡綁定行動支付 或者是海外消費 最高可以講 5%回饋 新台幣活出最高3.68% 不僅是卡面漂亮 回饋也是非常 它的內在也是非常完美 好不好 回饋也是很多 RichardD卡線 還沒有在Richard開過股的這個 星湖申辦 限量只有5萬張 然後申辦的時候要記得就是 一定要確認這個網頁喔 D卡Logo 金融卡選擇是RichardD卡 然後才可以確保你先行到 是這個漂亮的卡面 想要的朋友可以點擊 影片資訊來連結了解 詳細資訊 限量無關照OK 論及婚嫁的男友約炮 然後我是一個很廢的心軟仔 該怎麼辦 是我的話 我會選擇跟他結婚 然後時時刻刻提醒他 他約炮這件事情 對我造成的傷害有著重 而我已經 有時候 有時候會做出一些 我自己也沒有辦法控制的事情 寶貝對不起 我剛剛拿你的卡刷了五萬塊 我覺得 我覺得你當年 在婚嫁炮的行為 對我造成還是很大的傷害 我真的 我必須要花你的錢 才可以原諒你 你可以原諒我嗎 你可以原諒我嗎 就像當年我原諒你一樣 寶貝對不起 我剛剛開你的車出去 把車頭撞壞了 我當時在開車的時候 就一直在想 你跟另外一個女人 纏綿在床上的樣子 我整個腦袋沒有辦法運轉 我就不小心撞到旁邊的電線桿了 你可以原諒我嗎 我真的滿腦子都是你當年 約炮的那個景象 我真的沒有辦法 當時沒有辦法專心開車 對不起 寶貝我跟其他人外遇了 我要跟你離婚了 我覺得我還是沒有辦法 我其實還是沒有辦法 原諒你當時婚前 跟別人約炮的行為 所以我喜歡上別人了 我覺得這也不能怪我吧 因為當時是你先約炮的 你不能不准我約炮 因為當時我原諒你 所以你現在必須要原諒我 你知道嗎 這是一個 你欠我一次了 你現在該還了 OK 我會跟你離婚 掰掰 大千為什麼可以這麼幽默 因為大千會把自己 不幽默的部分全部剪掉 大千只會上傳自己好笑的部分 你知道我發一個信 我會拿到多少回覆嗎 你知道我會拿到 你知道我有 還沒滑完喔 你知道我有多少回覆嗎 我每次發問答 大概拿到五六百則回覆 然後其中 我可以回覆的 好像的回覆 差不多只有 八則 OK 那以上就是我們今天的Q&A問答影片 如果大家喜歡這部影片 可以幫我點個喜歡 還有訂閱頻道 然後把這部影片分享給 所有 懶得呼吸的朋友 大吉還會 大吉還會 唯一 大吉還會